大家好 我是热点站主宜静 来快速跟进新冠疫情热点 那第二阶段行动管制令今天开跑 为了更好地抑制新冠肺炎疫情 卫生部下令即日起至4月14号 限制民众只能在居家10公里的范围内 购买食物和药物等必需品 那任何违规者一旦被定罪 可被罚款不超过1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时 直辖去摘戒约市集是不是照常开呢 那联邦之下支部场安努亚沐沙今天就说 还没有定案 目前依然在等待卫生部的指示 以及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建议 今天有网友就在网上就发起了联署 向卫生部请愿取消今年的斋戒约市集 那雪州政府今天下午演艺决 取消雪兰俄州的斋戒约市集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 除非卫生部下令市集可以照跑 否则他们将会依照原有的计划 取消斋戒约市集 昨天妇女部在社交媒体贴文 建议女性以哆啦A梦的方式来撒娇 引起了许多人的踏法 那今天卫生部的一个推文 也引起了热议 就是这张在家举沙发做运动 那卫生部其实是要提醒大家 在这期间呢 也要记得保持身体健康 但是有网友就批评说 在家举沙发做运动的动作呢 是非常危险的 不知道你又怎么看呢 那最后也呼吁大家 在这段期间呢 都要做好本分 stay at home 更多的及时新闻 可以留意我们的热点网站 www.hardspot.com.my